速公路上两辆汽车相撞 原本以为只是普通车祸 但下一秒竟有女子下车 奋不顾身拔腿狂奔 下的后方车辆放慢速度 但女子没停下脚步 似乎想要拦车 最后搭上一辆继承车 离开现场 原来肇事驾驶是一名中国男子 而逃跑的女子 竟是他绑来的中国女子 警方表示受害女子日前到泰国度假 认识了自称在杜拜当司机的赵姓男子 还相约用餐 没想到却一辈迷婚 隔天醒来全身赤裸躺在饭店房间 之后男子还假意要约游玩 却捆绑女子手脚再到郊外 还勒索20万人民币 就在去银行领钱途中发生事故 女子挣脱求救成功 女子手脚松绑后仍有明显勒痕 惊魂未定 目前泰国警方已先将肇性男子拘留 并以勒索赎金 非法禁锢及猥亵等罪名提出告诉 是否与中国犯罪集团有关联 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一场意外揭发恐怖绑票事件 罚网恢恢 嫌犯终究被生之以法 在你新闻传播的报道